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先祝各位新年大吉 最近这些天,西安的疫情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 特别是从12月27号开始 西安当局决定在整个城市实施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所有的居民都不允许走出户外 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车辆不得上路 整个西安城陷入一片死寂 这是自去年,武汉封城结束一年多以来 再次由省会城市采取封城措施 逐渐有关当局,对西安的疫情相当的恐惧 只是,由于封城措施过于仓促 许多居民缺乏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几天下来,一些百姓人家已经出现了食物耗尽 面临饥饿的问题 有人因生活陷入困境而崩溃 更严重的是,由于交通中断 一些病人很难前往医院看病 而且一些医院现在没有正常工作 不能正常的收治病人 这等于让病人在家里等死 类似的这些灾难都已经在武汉发生过 这一次西安又重复了武汉的悲剧 而且由于当局对信息的检查和封锁 再加上很多人心怀恐惧 根本就不敢公开发声 外界看到的信息非常有限 西安的真实情况肯定比外界知道的更为严峻 如果西安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 食品和药品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人可能会饿死 截止到今天 西安已经确诊的病人 大约有1400多人 只是西安全部人口的万分之一 当局不惜封城 隔离所有的居民 让整个城市停摆 这明显是急于控制疫情 而完全不顾及百姓的基本生活 甚至不顾及百姓的生死 当局的目的 只是为了尽快的消除病毒 而不是为了尽快的解除百姓的痛苦 所以针对疫情的防范措施 格外的极端 格外的缺乏人性 国人说 磕正猛于虎 今天是磕正猛于病毒 西安这样一个1300多万人的大都市 当局一声令下 整个城市便彻底停止了 百姓被强制封闭在一个个单元当中 这充分体现了这个制度强大的管制能力 这个政权的镇压系统非常的发达 而服务意识却极为的薄弱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只迎合上级的意图 而不在乎民意 不在乎百姓的感受 不在乎百姓的死活 这个体制的问题 平时或许还有所遮掩 一到关键时候 就彻底暴露出来 西安出现了各种问题 固然和这个制度有关 更和独裁者习近平有关 政策体现独裁者的意志和好恶 正是这个制度最主要的特点 可以说西安当局将1300多万百姓 封别在家里 而不顾百姓的死活 很大程度上是迫于习近平的意志 事到如今 清零政策已经遭到了普遍的非议 而习近平却执意坚持将病毒清零 这样做不仅有他政治上的原因 更有习近平他心理上的原因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仓促之中 习近平下令在武汉封城 经过了76天的停滞 武汉市终于消灭了病毒的传播 但是武汉市的百姓 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和病毒一起被消灭了 问题是现在武汉肺炎病毒 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的一场灾难 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那么实现这场疫情的结束 单单在中国清零已经没有意义 也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清零 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病毒还存在 只要中国和外界还有交往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疫情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 事实上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几波大面积传播的疫情 都是来自国外 对于疫情的防范 最高当局绝对是格外的紧张 即便是有着严密安保措施 并和外界极少交往的中共高层 他们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所以人注目的便是 中国国内的外交活动基本上陷入停滞 即使有一些外事活动 也都安排在远离北京的外地城市 在2021年的3月 俄国外长访问中国 两国外长被安排在广西会见 4月 东盟四国的外长访问中国 被安排在福建南平会见 这样的情况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 尤其不同寻常的事 就是外国正要来到了中国 中国有些会见居然还是视频会面 比如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 来中国访问 来到了天津 中共的副总理和外长 都是和他进行了视频会面 只有层级很低的事务性官员 和这位美国总统特使 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中共的外长特地告诉美国特使 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 所有跟你见过面的人 都需要隔离14天 显然 就是中共的外长 也觉得这项政策过分严格了 才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关键的是 中共当局根本就不相信 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 即使是外国正要的防范措施 他们也不相信 担心他们会把病毒带到中国 所以不再邀请外国政要进入北京 更不会邀请他们进到中南海 习近平根本不相信外国的防范措施 当然那些国家也确实不可能 像中国这样这么防范严厉 防范这么严密 就是总统身边也常有人感染病毒 中共高僧和他们会面 也只能通过视频方式 最大限度的防止病毒传到北京 传到中南海 而且不仅不接待外国政要到北京来访 一向爱出风头的习近平 也已经两年多没有到国外访问了 没有亲自出席过国际会议 习近平不到国外访问 与国际政治无关 许多外国政要 一直想和习近平会面 是习近平不敢出国 由此可以想象 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恐惧与程度 他是真的非常害怕 害怕被武汉肺炎病毒感染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习近平的表现就极为的怪异 一向喜欢抓权的习近平 曾经担任过多个重要的组长 但是他却让李克强 担任抗击疫情领导小组的组长 而且直到武汉疫情基本结束的时候 他才前往武汉去视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到了武汉 却没有前往医院去慰问医务人员 而是通过视频和医务人员会面 习近平要绝对保证 他和病毒的隔绝 此后在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之后 习近平开始了在国内各地的寻衅 只是对前往的地方 却做了精心的选择 最关键的条件就是 地名一定要寓意吉祥平安 习近平在武汉解封之后 第一个视察的地方 是浙江宁波市安吉县 宁波的名字来自海定则波宁 宁的意思就是平安安定 宁波就是风平浪静的意思 而安吉得名于诗经中 安且极西 字面的意思就是平安吉祥 此后习近平寻衅陕西 到达了第一个地方 便是安康市平丽县 再后来习近平外出视察 则选择了吉林四平 从浙江的宁波安吉 到陕西的安康平里 再到吉林四平 这些地名都有平安吉祥之意 这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这一切都说明 习近平的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而这种感觉则源自于 他内在的恐惧 这种胆怯和恐惧 绝对不会是无缘由的 无论是国内的清零政策 还是严格的限制外事访问 这一切都说明 习近平确实是急于的消灭病毒 确实想制造一个 绝对没有病毒的空间 尽管他的这种想法 根本就无法实现 习近平要的是 确保一个绝对的安全 尤其是绝对不能让病毒靠近北京 靠近中南海 靠近他习近平 哪怕和国际社会断绝来往 哪怕采取最极端的措施 即便是把病人和病毒一起消灭掉 也让病毒清零 造成他这种极端变异的心理状态 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心理障碍 可以说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习近平本人就是第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人 假如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就采取措施 而不是隐瞒疫情 粉饰太平 这场浩劫并非不可避免 这一点 不管习近平当局是如何的否认 在他们内心里 他不会不清楚 正是他的错误决定 导致着这场极为严重的灾难 因而他在格外的担心 他会遭到病毒的感染 乃至于死于这场病毒 因为他担心遭到报应 在习近平上台的第二年 在一次会议上 他说道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 小心今后拉清单 这都是得应验的 不要干这种事情 头上三尺有神明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习近平肯定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没有生命危险 他也未必真的相信因果报应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在特殊情况下 在生死关头 尤其是当灾难可能危及他自己的生命 而那个灾难恰恰又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个时候他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 他是绝对不会拿他自己的性命冒险的 平时所谓不计后果不计代价 那是因为付出代价的是别人 付出牺牲的是别人 别人心里没有鬼 可能不太担心 但是习近平他心里有鬼 就格外的担心 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敲门 习近平他做了亏心事 导致武汉肺炎病毒 在世界范围内泛滥 导致整个人类惨遭荼毒 无数的人家破人亡了 他怎么能够不害怕 他会遭到报应呢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